還記得第一位訂閱者嗎 我不記得第一位訂閱者 但是我記得前十位 那個時候我只有 小貓兩三隻在看的時候 不管你今天再有名的歌手 摸號 好 這邊呢 待會兒呢就是我 盡快的在十分鐘之內 然後趕快的把 今天寄到的 Youtube的這個獎牌呢 我今天盡快的把它開箱 好 這個 原本呢是上個禮拜就要到 然後呢我 其實我在兩個禮拜前 就收到UPS的E-mail 然後原本是9月25號那一天 就是上個禮拜一會到 結果呢沒有想到9月25號的 我等了一整天沒有到 一直到傍晚的時候 我收到了第二封E-mail 說呢是今天會到 接著呢我就收到了報關的通知 從美國公運過來 就先開箱吧 我相信這個開箱 很多人都開過了 那大部分的Youtuber呢 他們可能都是因為拍影片 拍了影片之後呢 然後做剪接 他剪接完了之後 又用上影片的方式 那我原本也想這麼做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呢 老師一開始就是開實況 到現在我還是以實況為主 所以本身來講 我又很少拍影片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的開箱 就不囉嗦了 直接就是用實況的方式 因為最符合我 現在在Youtube上面做的事情 很多人都看過了 但是老師的這一個 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說句實在話 我們遊戲實況 基本上是小眾裡面的再小眾 有很多實況主 他可能雖然是以開實況為主 但是他還是一樣 會去拍一些影片 至少去做一些內容 做一些節目 然後去賺一些 其他不一樣的訂閱 但是對老師來講 我沒有去額外的拍其他的東西 原因相信呢 這個這段期間 其實我該講都已經講過了 那待會呢 我們開完箱之後呢 我們一起來進行QA 那說真的 這一個對我來講意義不一樣 因為呢 很多老觀眾就知道 我今天呢 我的年紀呢 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電腦都還沒有停載 所以呢一直到現在呢 其實電腦我完全是自修的 然後呢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新注音 左手右手一根指頭 總共兩根指頭再打字 而且我打字的速度 不會比人家用十根指頭打字的速度還要慢 所以呢 觀眾朋友 我的年紀都可以辦得到 我相信你們也辦得到 只是要還是不要 打開 首先呢 我們打開了這個一個是 這個有點類似像海綿的薄薄的一片 然後呢 YouTube寄來的這封信 他說 還記得第一位訂閱者嗎 我不記得第一位訂閱者 但是我記得前十位喔 我記得前十位訂閱者 小河啦 什麼果子梨啦 有很多 我記得前十位 那個時候我只有 小貓兩三隻在看的時候 不管你今天再有名的歌手 摸號 你直接開遊戲台 對不起 從頭開始OK 好 還記得第一位訂閱者嗎 第一百位問號 或者是第一千位問號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我直播到現在 我依稀的記得 所有曾經在聊天室裡面打過字的 你只要來過第二次 基本上來講我都會記得 你很可能都記得 而且絕對忘不了 第十萬位訂閱者 粉絲可能是透過不同途徑發現你的頻道 例如在YouTube上面搜尋時 跟朋友提過 或者是點開推薦影片 無論發掘管道為何 最後他們都願意訂閱 而且人數不斷增加 這一切要歸功於你個人 和社群的獨特魅力 為了慶祝你達成 累積十萬名訂閱者的 非凡成就 我們特此頒發白銀創作者獎 恭喜 然後呢 下面寫說 我們知道 你還有許多故事想跟社群分享 也知道 粉絲都萬分期待 你發揮巧妙的創意 不斷推出令人驚豔的作品 其實我沒有什麼驚豔的作品 我就是規規矩矩打電動而已 請持續創作 繼續拓展社群規模 我們非常期待看到更多作品 而且樂意在這趟旅程中 隨時提供協助 未來精彩可期 等訂閱者突破 一百萬人時 或許我們又會來信問你 你還記得十萬位的訂閱者嗎 祝一切順心 是YouTube的CEO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小卡片 恭喜您的訂閱者 人數達到新的里程碑 我們很榮幸能夠分享您的成就 也希望您擁有非凡的體驗 持獎項經過RIC 謹慎地檢查和包裝 如果您的獎項 在運送過程中受到損害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讓我們聯絡 所以有一個名片 然後有一封YouTube的一個 恭喜的信函 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白銀獎台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 我本來以為應該很輕 我們把它打開 好 打開了 還可以反光喔 還好我的螢幕 我的螢幕在掛機啦 還好我沒有看一些不該看的東西 後面有兩個 這個可以讓你掛在牆壁上的 那好像沒有可以有地下的東西 當然是YouTube的Logo 這邊就寫一個這個 我的名字 看得見嗎 這樣應該看得到 老師 刮虎 詩文斌 好 感謝大家喔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獎牌 讓大家看一下 獎牌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接下來進行QA 那因為呢 認識老師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 老師就是 可能你的爸爸媽媽 甚至你的阿公阿嬤 都聽過我的歌啦 好不好 老師就是一個歌手嘛 在台灣就是一個台語歌手啦 說真的啊 這個今年剛好又是 老師入行30週年了 所以呢說真的 其實我們在台灣的公眾人物 也沒什麼秘密啦 該知道的也都知道啦 那接下來聊天室裡面 你們如果有QA 你們就問啦 因為我 當我10萬訂閱第一時間 我把這個照片 截取下來 上傳到臉書之後 下面我特別寫了 有什麼問題直接問 但是呢我發現呢 留言區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今天呢 就在我們 暗黑破壞神4的群組裡面 我就特別請大家來問了一下 這邊呢 有一個最捧場的 那這個不用我說 你應該就知道他是誰啦 他在我們的社群裡面呢 這個留下來一堆 奇奇怪怪的問題 例如說什麼 我最喜歡的AV女優是誰啦 他基本上呢 留下來的10個問題裡面呢 大概有9個半 都跟我的遊戲頻道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是 但是我是不可能會理你這些東西啦 好不好 我如果跟著你起舞的話 基本上講 明天蘋果日報就頭條啦 所以說真的 這段期間以來 真的要感謝所有的好朋友們 大家願意關懷老人啦 大家願意來到這個頻道 一大票的中老年人 再看一個中年人變硬的過程 但是我還是 我盡可能的回答好不好 例如這個 恩哥就問我說 你最喜歡的AV女優是誰 好不好 你就不要這樣子 AV女優那麼多 每一個人心目中 都有自己的 最喜歡的AV女優 我如果講出誰來了 就會有一部分人不開心嘛 不要問這種 很奇怪的問題 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 我只要回答你的話 我等一下下播 我太太直接Gank我 對 問我這種問題很奇怪 什麼 問什麼有沒有 有沒有常看的妹子 我說沒有 沒有 沒有空 好 恩哥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冰哥 10萬訂閱以後 要準備下一個階段的任務是什麼 我跟你講下一個階段的任務 第一件事情就先把你BAN掉 好不好 我把你 我是看在你 這麼支持我的份上 我叫你QA 然後你Q了一大堆 我現在就Q出來 讓所有的觀眾來評評理 你到底算是我的忠實粉絲 還是你們今天出事就叫你 一定要叫你害到 第二題 什麼時候還有電音歌曲 我今年5月5號 發行了有歲五回這張專輯裡面 我跟百姓的那首歌 叫我老師就是電音了 所以你為什麼還要問我一次 什麼時候還要有電音 你乾脆問我什麼時候還有新專輯 我跟你講 等我眾樂透 我如果眾樂透的話 我一個月發一張專輯 那你如果喜歡電音是嗎 你喜歡油咧油咧 嗶嗶嗶是嗎 沒有問題 我一個禮拜出一首 然後讓你來拍MV 然後找你最喜歡的AV女優 來跟你拍MV 好第三題 這一題叫做什麼 對於國產動作影片 有什麼需要建議 國產動作影片關我什麼事呢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我要給他建議什麼 而且你要講清楚喔 國產的動作影片 國產的動作影片 是什麼國產的動作影片 你講清楚喔 那再來一個 這個問題是最正常的一個 他說 冰哥你錄影 還有跟現場 跟直播 三種工作的感覺 他應該就是在講說 我一個歌手的身分 然後去錄歌唱節目 歌唱節目顧名思義 就是把歌唱好 對我來講是一個歌手的工作 因為這些年 因為年紀的關係 我真的也是為了天堂W 然後我勉強答應跟他去錄那個 天堂W101玩很大 我玩了半條命 差一點中風 OK 我真的已經沒有在錄那種 遊戲節目 我基本上只錄歌唱節目 那現場演唱跟錄影不一樣 錄影的話 我必須在那麼多的鏡頭前面 我一個人在舞台上面 把歌唱好 這個事情會比較單純一點 那現場的話 多了觀眾的互動 那我很可能除了歌唱好之外 我必須要跟現場的觀眾有互動 那再來一個就是 你說的直播 直播的話 應該就是我的遊戲實況 我必須這樣講啊 就是說 我這一輩子最喜歡的兩件事 一個就是音樂 一個就是遊戲 那說真的 我很幸運的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在這個兩件事情上面 我都能夠有一點點小小的成就 然後同時呢 還能夠賺到一點錢 可以讓我養家活口 那但是我必須講 無論是錄影或者是現場演唱 還是遊戲實況 對我來講 心情最輕鬆最放鬆的 就是我的遊戲實況 我覺得私底下的我 就是遊戲實況的我 雖然還是有一些 觀眾的爸爸媽媽 不小心看到我 斯文斌怎麼現在頭髮都白了 然後都不去染一下 我必須跟你們講 這個很重要 我的髮型師幫我剪頭髮 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 他已經幫我剪頭髮剪了22年 那他同時也是 小豬羅志祥的髮型師 然後男生F4的髮型師也是他 那他算是國內的髮型設計師裡面 男藝人的髮型師 他講第二沒有人講第一 夠厲害了吧 那他告訴我說 我的頭髮現在這種 黑白分布的狀態 挑染都染不出來 所以說真的 你一直不停地染 你染了還要再補 髮質會不好 其實那個化學的東西 對身體也不好 所以我就不要去染他了 另外有一位朋友問 Breeze Con 2023 招待哪一些免費項目 應該就是行程啦 然後機票跟入場的門票 至於伴手禮 我覺得倒還好 因為在台灣逢年過節 其實暴雪都有送我禮物 這一次有送那個阿薩書有沒有 魔獸世界的阿薩書 他們這一次找霹靂 附帶戲 跟魔獸世界的合作派的廣告 這一次YouTube也得獎 那Breeze Con其實十年 這十年來去了兩次 一次是美國 一次是上海 這一次我現在還不確定 我有時間 那基本上來講 他們的招待應該就是 機票 然後跟旅館 整個行程 基本上他們就是出 就是他們買單啦 然後但是你進到會場裡面 然後你要買一些小禮物 回來送粉絲啊什麼的 那個可能你要自己花錢 大概就是這樣 那以上呢就是 十萬獎牌快閃的QA 那下播之前 最後再瞄一眼 最後再瞄一眼 來感謝啊 感謝感謝 感謝感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直播 麻煩請你按讚 分享 訂閱 加入會員 開啟小鈴鐺 老師 感謝你的激情 特別不萬� enjoyed 請介紹一下